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云南省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云南省的复原县 那复原北站呢 也就是护坤高铁进入云南以后的第一站 那在这里呀 我们首先看到的呢 就是一抹醒目的红色 那这个亮丽的颜色呢 也在提醒着往来的乘客 历经到达彩云之南了 复原县东街贵州盘县南陵贵州新义市 圣经关千年古异道 就是从这里连接了贵州 浓厚的历史文化 也被融入到高铁站的建设中 红色那种水桶那个外墙池 盯上那个就激活了我们浮原温苗的特色 眼术 圣经派方这个 就是圣经管那个派方 就完全站在这档 就激活我们浮原 点燃神经的特色 复原北站位于县城以北 从县城中心乘坐公交车 半个小时内就能到达 这个站不仅是进入云南的第一个高铁站 新颖的导式站台设计 让它在云南省的高铁站中 也显得十分特别 我现在就是正式进入了 复原北站的站台里面 那这个站台呢非常的特殊 它是一个导式的车站 乘客呢在中间等车 铁轨呢就分布在站台的两侧 那目前呢车站处于一个调试的阶段 刚刚呢就有一辆动车 从我身旁呼啸而过 那虽然还没有正式开通 但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已经是让人非常的激动和期待了 和原是复原北站的站长 作为云南省第一批高铁工作人员 心情激动的同时 肩上更多了一份重任 加上我的话工作人员有16人 他们客运员和车站应急支撑人员 也是经过程程选拔 不断的委外培训 最后才来到这个高速铁路 军人出身的和原不善言辞 每一句话简短 但铿锵有力 即使在采访中 他也时刻观察着站台的情况 强烈的责任感 也会让乘客觉得十分安全 和原说 作为复原人 作为进入云南第一个高铁站的站长 他一定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服务好家乡人民和往来的乘客 自己尽心尽力吧 为家乡人提供更多 更方便的促进服务方式 百姓关注记者 从云南复原发回的报道